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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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放过你的 帅哥 男孩子在外面要好好保护自己 你穿着花衬衫 难怪那个后会要调戏你 呵呵呵 这位小姐 我穿什么是我的自由吧 这人怎么这么奇怪 搬了也不是人谢谢 啊 迟到了 我叫李小野 是一个刚入行的化妆师 最大的梦想是拥有一个专业的化妆室 那里面大牌化妆品应有尽有 这简直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了 小野 你刚去哪里了 怎么电话一直打不开 小野早上好 工压车太急了 我没看手机有什么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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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野好 我看行 就你了 女主头睡凉了 记得上吧 蛤 我 上节目 上节目 小野我不行 我只是个化妆助理 马上就要开拍了 那女嘉宾她也是个美妆博主 你也是化妆师吗 合理有什么不行的 等一会儿 我叫那个 助理给你一个台湾 照着眼 导演 你要不再找到人吧 我有点紧张 而且我们不会谈恋爱 公司和嘉宾鞋 可是前面两期 录的人不是我 这样换掉不大法 你是不是法 这个嘉宾的片酬 虽然比不上208万 但是 比起你这个化妆师 还是录得多 前面两期 大不了 不要了 重新的 208万 那里我的目标 不是又进了一步 那也不是不能考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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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钱你就不干了是吧 真是个小财迷 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懒得管你怎么想 能按时来度这就行 这是新的台湾 你看一下 我们马上开工 欢迎大家来到 全新的烈音乐 综艺节目 心动预警 接下来 尤其我们的嘉宾登场 李小野 安诚 童子药 瘦丸 大家好啊 我叫宋晚 是一名演员 大家好 我叫唐紫耀 我还是一名学生 大家好 我是安诚 我是一名建筑设计师 大家好 我叫李小野 我原来是一名化妆师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节目 心动预警 是一场充满浪漫气息 和生活气息的恋爱中意 节目主将会不至于一个热情 这是大家第一次见面 所以我们节目主呢 会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见面女 我们请来了专业的造型师 为大家做造型 节目的第一个活动是变装晚会 马上开始 那我们化妆晚会的第一位主人公是谁呢 那我们化妆晚会的第一位主人公是谁呢 哎居然是我们的安诚 哇 安诚穿上黑色妆真的好合适呀 而且他真的是一位有才华 又有颜色大帅哥哦 第二位是唐紫耀 哇你们是扮演天使恶魔吗 看来两位帅哥的类型都非常不一样哦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哦原来是我们大迷你送晚了 不愧是大明星 风格百变可言可甜哦 好了现在就剩李小野了 不知道她会选择什么样的装扮呢 请看 哇原来我们的李小野是不是大美呢 真是要有惊艳啊 我们的变装偶遍现在开始 嗯 想我谈谈李小野各项全能人 再说着高分鞋上 祝你的也太难了吧 我也想约住两百零八万了 又是你啊李小野 你走路不戴眼睛的吗 你走路不戴眼睛的吗 你的袖子又被我沉下来了 哈哈 哎呀 而且好巧啊 你今天怎么能坐下今天 瞧你的头啊 不好意思吗 我刚才没做一头粉给你们 你才断袖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听说有内置的人都很爱哭 这后不会要哭了吧 那可太丢人了 再赶紧溜 你的断袖不要了呀 这副多少钱我赔给你嘛 哈哈 怎么看怎么像一次赶回家的小狗狗 小野笑什么了 好巧啊小谭 今天你也没吃这些吗 对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 不要叫我小谭人 哪有男人愿意说人家小的 哪有男人呢 虽然咱们是节目的CP 但你在我眼里就是个小屁孩 你真好听 找什么 要不要我送你一下 嗯 那我就帮帮你了 蹭个蹭 咱俩啊 这一匹 为什么都下班了 该不会 假戏真做了吧 都怪李小矣 要不是因为他 我也不至于说这么惨了 老爷老师 你现在可是我们节目组的大火人呐 嗯 从人怎么会上 你看这样的照片 天呐 这个好有色味感 好温柔 好厉害 太有些人是真实吧 又想恋爱了 怎么样小野 赵春北给我们节目组增加了好多热度呢 现在你跟唐老师可是我们节目组的大火人呐 没想到网友还挺热情的 他肯定呀 谁不喜欢帅哥和美女呢 就他那么鲁莽 娶回家 都得拆家吧 哈喽小唐人 谢谢你今天送我回家 这个奶茶就当吃钱啦 嘿 没事的 你要是不建议 每天送你 这什么好意思 哎 什么要开始 过去吧 嗯 昨天弄换你的衣服 不好意思啊 这个奶茶就当我可以到天了 李小野 你挺会给人道歉 一次性买两杯 谢谢你 我不想要奶茶 哎呀打工不容易嘛 你就大人有大人 收下嘛 没有下次 好好 肯定没有下次 小野 喂 黄文姐 听说你之前空子饮食 顺便给你带 不要建议 本小姐才不喝你的劣质奶茶呢 我喝的都是家里厨师特调的 好吧 关键什么事 科尼奶茶去吧 欢迎大家来到炼中节目 心动预警 经过仔细的相处 想必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那接下来我们自己新的任务 魅力展示 请各位嘉宾用自己的才艺 向大家展示自己的魅力吧 那么谁先来呢 我先来吧 我画画吧 我想要李小野当我的模特 嗯 嗯 安诚你真的是太有才了 我想要把这幅画 给你画的 哇你画的真不错哎 那下一个要展示才艺的嘉宾是 我来吧 我是化妆师 我可以挑一个人给他画 这样这样那刚刚你给安诚做了模特 这次他给你做模特怎么样 你可不要乱号 放心吧 安大帅哥 操 炸 新菜 ι 你名女鸣 比你男装色眼多了啊 哈哈哈哈哈哈 平衣一岁岔 你就说 这不是我小学的校哥吗 难道他 好 展示完各位的魅力之后呢 我们节目组为大家准备了烛光晚餐 有嘉宾们娘娘组队 上一次是小野和安晨一组 紫耀和瘦碗一组 那这次我们交换大大 接下来就请大家尽心期待我们的烛光晚餐吧 小唐人 那我们去找位子救吧 好 这这么大 动脑不一样 不管我 看看看 眼中都要看穿了 怎么不把这句变成一把剪刀 把它都剪开呢 别为你救我多好 你看看唐紫耀 笑得多开心 有本事追上去啊 追什么罪啊 嘴上说是不要 身体还是蛮生实的嘛 来 小唐人 多吃一点 哦 那你最近没什么食欲 是不饿胃口吗 虽然我不会做饭 但我爸妈做饭可好吃了 下次带你去我家吃 嗯 真好 幸福美满的家庭 是我从小到大不敢奢望的 不过小野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 记得你什么 就是你还记不记得那首儿歌 堂子药 没人药 爸妈在哪儿不知道 原来真的是你啊 其实刚刚听你唱歌的时候 我就想起来那个男孩 不过我不太敢劝 那他们后来还要欺负你吗 你怎么也没来找我 我这些年都在找你 直到那天我在片场见到你 唉 完了这么多年相遇 吵出我这么多人朋友 真是相见恨晚呢 什么相见恨晚 你干嘛突然出现 笑话你陪啊 我坐在你旁边很久了 你都看不到我的吗 吃你的饭别看来看去的 我把我自己赔给你 我才不要你 小野 我们现在认识也不晚了 毕竟来月方长对吧 哼 以后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 来月方长呢 咱俩是谁说的准呢 那小时候 我们小时候已经常这样说的 唉 谁真有小时候了 如果是你家 可能加个点声音而已 我跟你可能没有关系啊 唉 我说你好歹也是安心 这些人注意下你的形象吧 形象 怎么了 你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呀 只有我的人从这里 都排到法国去了 我这么帅的帅哥就在面前 这样没人心动 真是适风日下 忍心不朴啊 我发现你尊重 这是放飞自我了 话这么密 我天生身体好 怎么打 没有办法 你不想听 不听不就好了 难道说 你在乎我 好可轻轻 你不是说你这不是干啥 你 你给我等着 原来你这么有意思啊 小野 你是 我 我不是你意思 没解释了 来 吃一口了 嗯 嗯 哈啰 又见面了 欢迎大家来到 心动玉井 节目组这一期呢 可是没有准备 烛光晚餐咯 我们的四位嘉宾 来到我们心动小屋 今天的晚餐 将由他们亲自完成 说起做饭 其实我还挺擅长的 平常我都只在家里做 能尝到本小姐的手艺 可是你们的福气哦 哇 文文你好厉害哦 听起来 吃挺不舒服的 小野 你会什么呀 我啊 我什么都不会 我只会吃 哈哈 哈哈 对 当然 没事 你不会做没关系的 我都会做 你想吃什么 跟我说就可以了 不过需要你帮我打下手 好呀 我也可以帮忙 哦 你还是有笨 你不愿意打下手 我会做啊 但是你看我们四个人 都挤在厨房那多不好 也不好让宋婉一个人 做我们四个人的饭吧 所以呢 还是躺弟弟来做 比较合适呢 也对 安诚说的挺有道理的 那 我们一起去帮忙吧 那么苏婉和紫耀 既然留下来做饭 那安诚和小野 就自动组成一组 出去购买食材吧 哦对了 每个人之后一百块的经费 所以要控制在范围之类哦 今天可别再毛手毛脚了 不要再弄坏我的衣服了 好了好了 不要担心了 看看 咱俩还挺有默契的哦 你买这么多青菜 喂猪啊 对啊 喂猪猪 你才是猪呢 等会你可别哭哦 你好先生 一共402元 现金的还是手机支付 刷他 安诚 你这个是维帮怪招 美女 不好意思啊 我现在身上 没有那么多现金 我的钱 都被我老婆收走了 我身上 只有一百块钱了 我已经好久没有吃过肉了 他呀 已经是把我公子收走了 我只能每天都吃泡面 你说他是你老婆 对啊 他是我老婆 虽然呢 看着不太像 但其实啊 对我超级狠心的 既然这样 不开那一百块 送多你一块肉吧 谁是你老婆 别忘了我的袖子 你还签我一笔账 你给家 幸福 还有我们安大帅哥 主要站在旁边看 没想到啊 这刀法 这么熟练 如果需要帮忙 可以求我 我没做过这些 不代表我学不会 你看这么优秀的建筑师 连做饭都不会 这两者有什么关联吗 建筑师 懂建筑就好了呀 不会做饭 很正常 这样吃 嗯 只要你做饭看起来好好吃哦 是吗 来 尝一个 嗯好好吃 好吃多吃点 来 那我们一起干杯庆祝相遇 来干杯 这是你甄选的肉 嗯小爷我也要吃 你不会自己讲吗 那不是不让你 是你的啊 你你说 想吃饭的话 欢迎来我家 我跟你说 好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呢 出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但是呢 他们也出过了摩班车 不过没有关系 节目组为大家准备了房间 明天一早 还有新的任务哦 你小爷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脸色怎么这样 喝多了吗 小爷 你知道你笑起来 有多危险吗 你不能这样的 你对每个人都是笑咪咪的 像在 讨好别人一样 那你想诚验吗 你能不能只对我一个人想 你能不能只对我一个人想 你想到呗 童子呀 你是不是喜欢你小爷 怎么了 你有意见 如果说 我也喜欢他 你会放弃我 不会 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于他 二年级的时候 我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了 只有小爷一个人替我出头 他把所有的小孩子都赶走了 还说 会保护我 在那之后 我找了他很久 就是为了 可以保护他 我说你还是好好想想吧 我知道你的身份 孙子的路是很难走的 你 能保护好他吗 人都是会长大的 以前的我古兴 不代表现在的游戏 我是不会放弃的安晨 但毕竟 我能让他好好吃饭 对吧 笑了 我也不会放弃他 孙杨 为什么我喜欢你不喜欢 为什么是小爷 如果腿部需要的话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 要不要我帮你截肢啊 这方面 我还是挺有经验的 先给你打上麻药 再之后 切开你的皮肤 我没时间跟你好 早上起床 拥抱太阳 妈妈的真的亮 瞧你那啥样 啥又耍驸马 要安大帅哥就醒了 你 你要干嘛 你小爷 我 你能不能只对我一个人想 我昨天喝醉酒失态了 不知道你明不明瞭我的心意 我想每天都这样看着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你扯坏了我的袖子 你要对我负责的 你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直接啊 你让我考虑一下 怎么办 李小爷 你好像喜欢上他了 怎么办呢 既然喜欢了就没什么可犹豫的 有什么是我李小爷不敢的 冲啊 安诚 安诚 我想好了 我是来宣誓主权的 从今以后 你 就是我人了 我会对你负责的 好 那 我们接下来 要干嘛呀 我也没有谈过恋爱 不如 蛤 哎呀你好笨哦 走路那么慢还老撞墙 我又不是故意的 我追不上你啊 你跑慢点 你快来保护我 给我加血 你看 我变厉害 不是一点点吧 你说的都对 没想到你这样是个菜季 我也不是每收这么菜的 都怪你 怪我 嗯 怪你太好看了 我都来不及开屏幕了 不愧是你啊 还挺自恋的 嗯 怎么你都听到了 我又不是聋子 你说了我当然能听见了 哎呀 我怎么行动又比脑子快一步了 那 上次泼我奶茶也是 嗯 嗯是这样的 知道了傻瓜 就算你这样我也很喜欢 看什么呢这么开心 看节目呢 玩意儿好有趣哦 你干嘛啊手机还我 原本是你自己的拿 你给我等着 还我 你干嘛啊手机还我 小刘梅 咱让我抱一会 好啊 现在谁会抓弄我了 可别让我抓到你啊 这还用谁吗 我剩下来就会 哼 我没用 包包包 你们这是怎么了 我下前步之后 自己散步 碰到一伙人在追他 当时起药也就受伤了 我赶紧喊警察来了才下方那些人 怎么不去医院呢 子药 不让你去 我没办法 只能找你 子药 子药你醒醒 小爷 你来了 我们去医院吧 不许 不许 是躺不在那边干的吗 你不用担心 躺在那边 我帮你记住 患者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肋骨骨折了 需要好好续养 你们谁留下来照顾他 我 我来照顾他 子药 你怎么样啊 我没事 让你担心了 你家里人 下次可以钻他了 我连我自己都保护不了 他还要保护小爷 弟弟 小时候我帮你 将来我也会帮你 你 一直都是我最好的弟弟 好 姐姐 你好好休息吧 让孙婉照顾你 既然是小爷的弟弟 那也是我的弟弟 放心吧 不会再有人打扰你 孙婉 今天谢谢你了 之前跟你说的话 都是吓你的 你是不是知道 今天下午都没有好好睡觉 好了 别哭了 要是再哭 我还要再跟你一讲 你不要说 我不要听 没想到 小腾还有这样的声势 他确实不容易 要不是唐家夫人没有索出 他也不至于被接回来 自身子总是很艰难的 可是 小腾又做出什么 他还是个孩子呢 他才不是单纯的孩子呢 你在唐家那样的环境下长大 你以为他会多点 你都别吃生命的人说了 大醋汪 好了 都听你的 对了 刚刚 他跟你说什么 你们两个大男人 想好敲敲话 那可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 不少的事情都告诉你了 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你的烂熟的路见不平 拔刀相对的事 我可没有兴趣 我们说的可是大机密呢 好吧 你别让我抓到 还是被你给抢先了 就算我不抢先 小野也不会和你在一起的 你也看到了 你擦下眼里 只是弟弟 他总是想着保护别人 但是 我又没能力保护他 既然在一起了 祝你们幸福 你呀 一定要保护好小野 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他的 倒是你呀 要多看看身边的人呢 你可以抢你一块 可以抢你一块 不过 如果小野出了什么问题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李小野 看着我 怎么了 如果哪天你像堂子要一样 遇到这样的危险 我会疯掉 所以你一定要保护好你自己 我也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小野 遇见你 是我最大的幸运 好吗 安诚遇到你 也是我最大的幸运 我们回家吧 好 我们回家 好 新的 快乐 藏 你 从神 上 你 很快乐 我 我等到你之后你懂的 你会保护小野吗 事情我都知道了 哎别这样 你现在自作也没有用 重要的是我们要现在找到小野 具体的事情我已经调赏过了 绑架小野的 是他一年前替你赶走那个小混 那天晚上我找人打了他一顿 最后你找证据把他关进监狱一年 他现在出来了怀恨在心 复仇了 安晨你怎么样 你不能被打倒 小野还在等着你啊 我不会放过他的 之前我给你查的那个混混 冲着死我自家侦探 务必找到他的老巢 我要让他 永远出不来 你出现了 完成 钱我给你拿来 放了 你这样敢玩我 小野 小野我差点以为要失去你了 安晨你知道我都快吓死了 小野 我以后会保护好你的 展开 送晚 唐公子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哦对了送你 陈也 我好像从来没有推出过这个品牌 其实 这个牌子是安晨创 安晨 嗯 陈也 属于安晨的 也属于小野 小野 如果你现在能看到 该多好 放心吧 小野会看到 对了 我的大明星 今天可是情人节 要不 赏脸吃个饭 小野 今天太阳挺好的 你可以起来拥抱太阳 小野 小野 你睡太久了 我已经 想不起你的笑容 我好想你 小野 你知道 我现在学在打游戏了吗 你要是醒来 可以跟我一起打 小野 陈也 是聚焦于年轻女性的化妆品品牌 他主打的是温暖的色系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品牌 能帮助更多的女性 发现更美的自己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没想到 陈也创始人 竟然是这么年轻的帅哥 你好啊 你好 叔叔见面 我跟手吧